這盲測 那個 我吵了欸 安尿小尿,我是桶桶 上次經過我盲測了那個 我們的珍珠鮮奶之後呢 我決定今天要再來盲測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哦,你知道人哦 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喜歡的東西還是不一樣 就你家小時候你不敢吃花生 長大的你就可以吃花生 小時候我覺得蒜餅很臭袋 我覺得蒜餅好好吃哦 那像上一次我盲測的那個 黑糖珍珠鮮奶呢 坦白讲叻是一个年轻人 没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喝的饮料 那些我呢 这种 小时候会这样一些年份的 我们就会开始觉得人生需要一点点 酸甜苦啦的那种东西嘛 因为你知道哦 人活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会觉得吃下去的苦 远远比不上你生活中的苦 所以你就会开始喜欢去喝一些比较苦的东西 那是咖啡啊 还有 啤酒 啤酒 在这里正式的强调多一次 OK 我也21岁不要喝酒 yeah 你还没有legal OK but 当你开始legal的时候呢 你就会慢慢的发现 就是有时候 小喝一点点呢 会让你有点 放松的感觉 你不想要我像酒鬼这样 没有啦 就是你知道哦 做YouTube是一个需要被激发的行业 你就会在某些时候需要一点酒精 因为在众多的酒精当中 你知道啤酒 红酒 烈酒来讲的话 红酒对我来讲呢 就是一个比较 atash 比较classic吃 就是牛排的时候配的酒 然后烈酒的话 我本身还没有到那个会欣赏的年纪啦 对我来讲啤酒就是凉凉的 有点带苦的 就是一个很light and easy的酒精 当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所以喝啤酒的时候 我都是会在家里喝 然后不要到处跑啦 yeah so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是觉得我喝了蛮不少的啤酒啦 因为每次又需要点灵感的时候 我就会来点小小的啤酒 当然我的酒量是真的不好了 我每次都是大概喝就是一罐这样子 但是每次会喝不同的品牌啦 所以我个人对于我非常自豪的 舌头来说 我觉得我是可以 盲测出他们谁是谁 我讲的没有信心啊 就是单喝我知道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Skalligos叫我喝这杯 12345678罐的话 我真的很怕喝到后面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了 但是他们的价钱是差很远的是不是 最便宜是Skall 最贵是Hennigan 我每次都会在想 到底为什么价钱会差这样多 这个是5块9 这个咧 12块3 所以 哇两罐这个都买不到一罐Hennigan 对我来讲这边这8罐哦 它存在哦 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这一罐呢 我就本身别喝过它啦 觉得有一点light easy的时候会喝它 吃日本拉面的时候必喝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啦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 卖香味比较重的 然后它也是standard啦 这个好像不知不觉有时候喝到它 在office看到它的时候 Hennigan就是Hennigan 所以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是Asahi 啤酒是很有学问的 那到底我今天平时坚持不同场合喝不同罐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有原因了叻 他们味道上是不是真的有差别 差别到我能够盲车出来呢 I don't know Let's try 我只是希望这一集我可以撑到最后 因为我酒量真的没有好多可以喝8罐 这就是一个挑战了 不是挑战盲车是挑战喝不醉 Let's go 你是我 我的脸 哇 那个酒气扑鼻 我觉得这支影片出人家怎么会觉得我是酒鬼 我再度神明我不是 我只是偶尔会有喝 我可以开了啊 可以可以看得起来 所以这里有一叠字卡 所以我要猜谁是谁 然后把它摆下去 现在光是这样看 这边有好几杯颜色都一模模一样样的 真棒的 你说它是绿茶我都信哦 有这两杯是看起来比较Cloudy的 然后这些基本上颜色差不多 这真的是 跟Podium平时叫我选IG照片一样 看菜哪里不一样 哪一个filter比较好 Itadakimasu Cheers 不要很专业 苦味不是很重 也没有很浓郁 它就taste很standard 气泡其实很少 你看这杯的气泡 跟这杯的气泡 差很远 Cheers 这个我懂它是谁 这太明显了啦 这个有那个柠檬味的 白个white 下一个 给我白开水先 我老耶 跟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辈子的鲜虾 OK 我再来试一试 看这边 这个比较浓郁一点点 这个比较淡薄一点点 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拆出brand啊 下一位 我觉得我先拆可以拆了 诶 这个很熟悉 其实每一杯的味道真的很香 我知道它 这杯跟我平时吃拉面的时候 那杯很像 Asahi 这个问题是我跟熟悉的味道很多 我每一杯我都滚 我跟你讲 这两个最容易看的 因为他们都是白白的 所以它一定是 它跟这个的味道一样 哇 开玩笑了 我的舌头没有厉害到这样 它应该就是Calsberg Smooth啦 你打那财了 现在我知道这个点的问题在 这个测试的问题在 我测试的 对的很多人觉得我是酒杯 我测试的错 我讲我的味道很灵敏 人家也不信 我有点醉 不是那个感觉是你每一样都喝一口的时候 那冲击有点大 我觉得它是Hennigan Hennigan比较苦 Cheers 这朋友我不认识他 他一定是这个 Skull 所以现在 他有答案了吗 他他 他他 这三杯是我没有办法 解答他们谁是谁的 真的咧 全部都很像一样这样的咧 所以我剩下的三个可能性 是我们平时最常喝到的 Calsberg Tiger 1664 Otoke Otoke Nega OK 我们来问 我觉得它是1664 然后 Tiger & Calsberg我真的粉不出来勒 颜色 这个淡一点点 这个oling一点点 这样应该是Calsberg 比较黄 Tiger比较白 所以我的答案是 Tiger Tiger White Calsberg 1664 Asahi Calsberg Smooth Hennigan Skull 我人生第一次 一口信念车酒的牌子 啊 但是我最喜欢喝的还是两个 比较符合我今天的心情 就有一种 Summer的感觉 其他就比较适合玩 实际上还是白天啊 有点早咧 所以可以公布答案了吗 你要开吗 我改不了啊 问题是我根本不出差别 我跟你讲 我可以到你 OK啊 OK啦 有两题 8对2 有25分 所以我不是酒鬼欸 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味觉 灵不灵敏的问题 这个是真的很难猜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你就选一个 你最有心情 然后买个工作 这个 为什么 我觉得 所以它是不是 Tiger White 它是Tiger White OK啦 至少我对Tiger 因为它们的味道真的很像耶 这样我有吓到哦 OK Next 这样 Asahi 所以我猜Asahi的是Hennigan Tiger 对 对 对 又我封对了 我老耶 我很stress而已 诶 没有 你这样子是对一天 我现在对一打一个 这样 Skull欸 Skull应该对吧 它味道很不一样啊 这个 这个是Hennigan 我把Hennigan猜成什么 Hennigan跟Asahi掉转 这个他们意思 所以Hennigan跟Asahi我倒转了 OK好 所以还有剩下这两个不好吗 Cosport跟Skull 你可以就猜什么 这个应该是Skull 这个是Cosport 可是你还有一题对耶 当然罪了 你罗击不对 对啊你罗击不对啦 你还有一题对啊 哦 所以Cosport猜对了啊 是 所以166 哦 哇 我竟然把Tiger跟Cosport猜对了 What the heck 我猛的耶 So 所以我是8对2 我讲真的 这个真的是比我想象中难很多 酒不是你喝了之后 你嘴巴就空啊 它有那个after taste 这个很难耶 如果有人真的可以马上带出来 我快点看影片给我看 我真的 我觉得定了 Cody 不要等我了 来来来 哇 是啦 吃了很久 是Cody还是Cody 这是Cody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你知道我在赶紧在做梦吗 我知道 大概知道我是盲车啤酒啊 OK 那X吵了 来 OK好 来 等一下我现在要干嘛 在你面前有8杯啤酒 就是我刚才觉得这个test很难 然后我要证明一下 我真的没有讲错 嗯 可是我要先知道 我要先知道是哪里是哪里啊 我需要先喝过一轮先啊 不然我怎么知道呢 我平时就不喝酒 登达 登达 说这里有8杯 你来吧你来 等一下 screen转过来看我现在多丑 刚才在剪片嘛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是哦 他没有这么看我剪片的样子 对啦 你更丑的我人家看过了 对对对 你欧包很重的 你最近这么多星球 我也没出完就是偶像的 是啊 现在创作材质不一样 你吃饭吗 还有谁你不认识 都要都要 全部来 看你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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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还有谁 试试 哇 喝酒很多 喂你真的会醉了你知道 托蒂红的酒量是 半杯啤酒 你还没有进行第二轮 你就倒了你知道 OK 好棒喔 好棒喔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喔 在杯跟在关喝 我觉得味道会有差 爱你给自己台阶下我鬼 哈哈哈哈 没有 你在变印度人 脱点红年煮饭用什么菜料的时候 他最好是菜得出 我菜得出来 这个又新推给你 OK 他还没有撑低了 我就觉得很辣 对我觉得他购不了这一根 乖的 几根 很脆耶你 OK 这个你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OK OK 来 我这一样喝 这样 这样 快耶 哦 她很聪明还打席棒 我感觉没想到要打席棒 他打席棒名字不是够位置的 至少跟我们不一样耶 肥肥不是一样了吗 不管一块了 这一块一样的 这样 那我们考证这个计划什么 啊 都捏了吗 这个又响在吗 他要用了吗 像是 鬼 Cuzbert smooth跟tiger white的 這個 的 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就是比較甜 然後 喂 不要用耶 而且你不是試過喔 你剛才還有問題是 你剛才試過哪一輪些 你剛才那邊 嗯嗯嗯 在那邊試 他剛才只要睡覺啦 他剛才只要睡覺啦 我一定要喝醉 STEP 1 好 睡覺 然後他還不不再認真什麼 都比賽的 你醉了 醉了 喂 喂 你剛好就比一下誰 你要吃得很冷 沒有 你們想要把夢很簡單 拉我來拍這麼奇怪的東西 這問題是你這樣認真感嗎 哇你 這個月薪水要不然呢 你打對完的話 人家覺得你是酒鬼啊 沒有中8個都有 我覺得會中4個 喂你換杯嗎 不能換杯 他吃完了 蛤 你怎麼換杯 你不能換杯 好酸 不要這樣啊 你究竟你是哪杯 你自己是誰 嘿 go 嗯 什麼 這樣子Tiger White肯定是這杯喔 每次我抽一杯 RyuRyu是真的會比較難猜 因為它跟其他味道真的很好吃 來 接下來 我現在還可以換 不能啊 不能換啊 你這樣可能打對多少 0 兩題 OK 我跟你講我是有信心 那都錯了 這樣我覺得 中多幾少 你覺得打對多少題 兩題 他打對多少題 3題 哼 我就講咯 沒有法多有事 請問是沒有法多有事跟3 是 是 嗯 Nasashi也中了 Let's go Casper也中了 我本來這個也會對的 我本來這個也會對的 因為它們味道真的很像 因為它們味道真的很像 有點脆 有點假的 我純屬個人意見 就是 我們現在的意見不是很對啦 我們現在只會吃零食罷 所以這個影片到這裡結束吧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方幫我講 大家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對啊 人家你做盲車結果我測到比你準 就你厲害喔 太熟囉 還是不怎樣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在家裡 也常常就有 跟他們相處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次看 你也可以拆六寶貝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朋友去玩的game 所以這影片的話就是這樣 幫我點個贊面 幫我分享出去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subscribe 我的channel的話 記得subscribe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點小鈴鐺 就要點小鈴鐺 我們下影片再見啦 記得followIG 記得followInstagram Facebook 也是最好 還有壓背和兩個太監的頻道